第十届伯利欧工艺马拉松 26日在国立20工商热闹开跑 吸引近3000名跑者一起参加 最高龄的100岁的卢阿玛家族共28人 也一起相挺伯利欧家园 还有超过800名的志工及200位的协会同仁投入服务 大家在这边谢谢我们顾问团 以及所有顾问大家真的非常用心 一场一场一场的应该活动 不断的为我们国立欧在筹奏资金 那当然资金还是有一些缺统 也帮助大家继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快把我们国立欧工给这个整建起来 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好友 总共有大概将近3000个跑者来参加 今年的第十届伯利欧工艺马拉松 那伯利欧家园也在我们王县长大力的积极的支持 协助之下 还有社会许许多多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帮忙 我们已经在9月16号动工兴建 阿嬷101岁 然后今天呢也是为了公益一起来参与 其实这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健康是第一做公益才是真正大家的出发点 伯利欧工艺马拉松已迈入第十年 活动的盈余将全数捐给伯利欧新建家园 期望能提供给身杖人士安阳晚年的场域 活动代言人梁又南与多位艺人及各界贵宾 带着满满的爱心一起热情参与 公益频道张华云20采访报导